来两杯那种吧 两杯樱桃梅没事吗 对 请稍等 等等 没事了 就两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姑和奶奶都睡了 谢谢 你回去吧 不用在这儿陪我 干吗 赶我走啊 你哭也得需要个观众 还有江晓妮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千万不要关手机 你知不知道 今天找不着你的时候 急得要死 我也不想关机 但只要一开机 我就会想他有没有找我 他手机是不是坏了 是不是没有信号 微信是不是出现迷糕了 一直期待他联系我 你跟姑姑说了吗 没有 我怕他担心我 我今天在外面 把眼力哭干了才回来的 我怕他看到我这样 去找顾川麻烦 他把你伤成这样 你管他麻不麻烦 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 这可是你的初恋 本来以为遇到个真名天子 没想到是个渣男 分手连个屁都说不出来 我也没想到 我的初恋就这么结束了 姑姑你去跟他表白 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 不过呀 初恋其实都这样 没什么好结果 不怪你眼光不好 要怪就怪那个顾川 我不怪他 我唯一怪他的 就是他对冰淇淋的做法 我俩的事 我不怪他 你是不是把脑子哭坏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难道你不想教育他一顿 可能你会觉得我是恋爱脑 什么事都相信他 但是我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的人品 他的性格 他没有想要伤害我 不是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是被分手 你当众被分手 为什么你好像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这自欺欺人啊 眼眶最后还是红了 心中还有好多话 留作秘密不必说出 让它变成永远吧 盒子里面 盒子里面 装满回忆过往 重量足够 抵挡 时过境迁 车 载着 那个阶子里面 那个阳光少年 和我们勾过手的信念 和我们勾过手的信念 回来 回来 想想明天的事吧 还有养家呢 我打算明天就去找工作 干嘛要找工作 你这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干嘛要离开 文文姐劝过我 职场恋爱要小心 分手了会很尴尬 我倒不是怕别人说什么 我主要是 不敢面对顾纯 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听我的 去上班 天天在他面前晃 看谁好得过谁 我没有你那么强大的内心 我还想给自己留点尊严呢 但是你有一个强大的闺蜜啊 还有你以前打零工的时候 什么苦没吃过 什么厚脸皮的事没干过 你现在在这儿跟我说自尊 听我的 上 上班 去 可是我也不想孤传为难 晓妮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懂事 我每次一看到你这么懂事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地 憋屈 我特别地生气 我特别为你感到不值 你知道吗 什么是 上班 必须去 不去的话 我跟你倔强 睡觉 你行吗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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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顾纯闹别扭了 他人呢 他应该在公司吧 我 我辞职了 你辞职了 你说得对 职场恋爱分手之后 确实尴尬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我也没有勇气回去 江晓妮 你太傻了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分手的结果 为什么你一个人承担 为什么是你辞职啊 可是我 可是什么 你既然有勇气表白 跟她开始一段恋情 你就要有勇气 面对失败的结果 我虽然不知道 她为什么跟你分手 但是辞职 绝不可取 除非她主动马给你开了 但如果这样 她也不是我认识的 那个顾川了 所以我要回去上班吗 分手只是换一种关系 继续相处 她都能接受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我是怕 你怕什么 她现在又不是躺在医院抢救 难过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她好好地去上班了呀 你在这儿要死要活什么呢